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日常出行已经变得越发便利 除了公交 地铁等公共交通可供人们选择之外 人们还可以通过电动车 汽车等交通工具外出 其中电动车的使用是非常广泛的 电动车体型小巧 在道路上行驶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还有就是电动车的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 几千块钱就能够购买到一辆 但是有很多曾经使用过电动车的人都说 电动车使用的时间越久 它的电瓶就越不耐用 充好的电每一会儿就用完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电动车在用了几年之后 都要进行电瓶的更换 但是现在却有办法将电瓶的使用寿命运差两年左右 这个办法是由内行人泄露出来 而且非常简单 在发现电动车电瓶动力不行的时候将其拆下 然后再将电瓶上的螺丝给拧下来 这样的电瓶就会出现一个小洞 然后再通过这个小洞往电瓶内注射入电瓶车的修补液 或者振流水 然后静止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再将电瓶重新安装回电动车 然后试看一下就会发现电动车的动力又恢复了 其实这个办法的原理就在于原本电瓶内部的水分 在电动车的使用过程中被蒸发掉了 所以电瓶的储存能力就大打折扣 利用上面的这个办法向电瓶内部重新注入水分 电瓶的储存能力自然也就能够恢复 电瓶的使用寿命得到延长了 电动车不出意外的话 它的使用寿命自然也就跟着变长 已经看透了 电瓶的想法 已经接近了 densиの本来 再继续